在氢金属的压住过程中,需要避免高温金属液体与钢质铸造模具之间的任何接触。 而且模具必须在每次压住后快速冷却。 这个步骤就需要使用冷却脱膜剂来实现。 此类产品中大多含有用于冷却的水和用于分离的矿物油或蜡,以及用来混合这些物质的乳化剂。 但模具表面的乳化油和蜡对水有排斥作用,从而影响冷却效果。 加利达成功研发了一项创新解决方案Novotec CR800。 蛋白质将取代油、蜡和乳化剂被用于脱膜。 由于Novotec效应,蛋白质能够产生水性润滑膜,将冷却水与表面有效结合起来, 而不会像油和蜡那样排斥水分子。 人们由此可以更快地冷却铸造模具,并减少残留物的产生。 其取得的额外效益是,生产效率可提高达20%, 同时可减少多达30%的淡水、脱膜剂的使用和污水排放。 也正因为铸件残留的减少,加工将变得更加轻松简便。 欢迎您进一步了解Novotec CR800。